在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 人民大学的一位女博士 清华大学的博士后 国内第一位工费去美国洋插队的学生 选择回归田间地头做个新农人 在这里她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 和发展了近千名会员 分享收获农场 是一间严格遵循有机种植方法 使用并推广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场 农场的主人就是女博士后石烟 但她更喜欢被叫做石掌柜 我们来到农场 石掌柜首先带我们走进了田里 比如说这个 我同样我手里的这一棵土 你知道它有多少生命题吗 如果是健康土壤的话 它大概和整个地球上的人口的数量是一样的 哇 它里边的这个就是微生物和小动物 就咱们说的微生物包括真菌啊细菌啊 还有像小动物像蚯蚓啊 然后像像一些什么牵族虫啊 像蚂蚁啊像这些东西 它们都会生活在这一块土壤里 如果你只是用化肥 就等于这些生命体都没有了 然后它只是吸收这些浅层的像氮磷甲这些要素 最后它的根就会很扎得很浅 它不会想着我像这个花生 它就不会想着我扎深一点去吸收更多的这个养分 因为化肥你都散在表面了嘛 所以最后就导致说 它自己的这个生命体质非常弱 然后你就得用大量的化肥 或者说用农药 因为它也很难再去抵抗其他的虫子的这个 这个侵害了 所以越弱你就越得用 那这种比如说这种有机土 那长出来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和平时的话 一个是抵抗力比较强就抗虫 然后一个是对它这个出来的产品本身呢 农作物本身呢 产品本身它比如说咱们很明显的 有些人就说 比如说吃有机的产品 它觉得风味更浓 你吃黄瓜是黄瓜的味道 吃西红柿是西红柿的味道 不是说所有的菜都是一个味道 因为它生长 有的时候相对来说生长周期会长一点 然后它的风味会浓 另外一个就是营养 从营养的角度 因为你土壤里的土壤的质量好了 它自然就是 就是它的营养就会更好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名词叫那个隐性饥饿吗 隐性饥饿 它就指着说 为什么现在好多人 它现象就是越吃越吃不饱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现在比如说就像 它举了一个例子 苹果 它的营养的元素 就是养分已经是50年前的 大概是10%左右了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吃这种反季节的菜呀 然后非有机菜呀 就对人会有什么害处呢 比如说就是吃很多农药残留的菜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 它的残留在体内 它会影响你的一些身体的健康 还有就是很多的 其实农药它是有 就是类环境激素的这种 这种问题 包括现在有一些研究 像一些抑郁症 心理自闭症 等等这些 这些一些跟情绪有关的 都是跟这个环境形成的一些影响 是有高度相关的 特别是在婴儿 也就是婴幼儿时期 特别是在你身体没有发育成熟时期 它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包括一些就是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营养的问题嘛 你要是吃的食物非常单一化 你天天只吃精米精面 然后就是吃的这些东西品类很少 或者说大量吃一些加工类的食品 像每天喝一些这个饮料 然后大量吃一些垃圾食品 为什么说 有的人说我一抑郁的时候 我就想乎吃海喝 其实这个之间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 它会它会 比如说大量的糖分 盐分的摄取 它会使得人上瘾 就是你越是心情不好 你越想吃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食物和人的这种情绪之间 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农药的潜伏期很多是20年 使用大量农药 是为了在面对自然灾害 和市场等风险的情况下 保证农产品的产量 好的食物是生产出来的 不是监管出来的 农民无法通过正常的食物生产 获得合理的收益 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原来我们的这个模式里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整个的链条里 农民只能获得这个 就是最终价格的10%到20% 而这个对于农民来说 它又要承担双重的风险 一个是自然的风险 比如说咱们昨天刚刚下大雨 可能我们今天的梨就会有很多烂的 还有像现在气候变化引发的 比如说每年的极端的天气 有的时候暴雨 有的时候又干旱 那这些问题引发的结果 都是大部分是由农民来承担的 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风险 比如说大家通过微博再转发 就很多地方就是过剩 所以市场的风险就意味着说 比如说农民 因为他们缺乏相对有效的组织 那么就会意味着 比如说今年的某一种产品 它的价格高 那农民它就愿意去种 结果等明年 大家全都又去种了这种东西 然后明年的这个产品 它的价格又一下就又下降 所以在这种双重风险之下 农民它一定是一个 就是相对理性的选择 那就是我要用最大的可能 去保我的产量 我只能是建立在提高产量的基础上 去保证我的家庭生计 那就是多用农药 多用化肥 所以就造成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中国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但是现在有三分之二 它使用都是过剩的 而且很多农民可能他也不知道 这个农药化肥的一个害处可以有多大 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之前就是在做那个博士的时候 然后去一些乡村去调研 然后我就看到 比如说当地的农民 他在使用这个除草剂的时候 它是完全没有防护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在喷的时候 它肯定有一些毒气 毒气的 这些过程农民他是完全没有意识的 而且当我们问到他的时候 他就会说 就是他认为只要在商店里出售的东西 就是国家允许的 就是安全的 所以很多农民都是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有一些消费者 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就是说农民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道德 是不是因为他好像 就故意毒害我们这个城里人 我说其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首先毒害自己 曾经看过一本书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说到所谓农民问题 农民素质低的问题等 更多是政策问题 是城市问题 几十年来的城乡分治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三倍 导致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中国城市和快速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这个剪刀差 它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在过去的30年 大概是几十万亿的规模 这个剪刀差意味着什么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城市的工业化 利用乡村的低价的农产品 来达到工业化的这个过程 那再直接一点说 其实就是我们无形中 去剥夺了农民 他们该有的利益 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化的过程 也就导致了 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资源 都在向城市倾斜 比如说教育的资源 医疗的资源 农民希望能够离开 或者远离他们所生活的 这个地方 或者说他们希望 能够挣更多的钱 然后能够让他们的孩子 不再在这个地方再生活 这个是过去这个几十年来 农民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大的潮流和大的趋势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 在更大范围内去确保 这个农民可以得到合理的收益 和过上这种有尊严的这种生活呢 因为我看 其实从各个国家来看 就是单靠农民去种地 维持它的这个收益 这个都是非常难的 大概两年前 我去德国开一个会 然后有一个当地的一个 很年轻的一个农场主 他说我接受了两年的 一个项目 就是新农人项目的培训 政府提供的培训 对 政府提供的培训 而且他说 为什么他没有忧虑呢 因为他说我申请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欧盟的项目 一个是德国政府的项目 就是第一个项目 保证我在第一年 我的年收入就是能保证 在两万欧元左右 第二个项目呢 就保证我在第二年 可以有三万左右的这个收入 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同 在中国农业补贴 占农民收入比例很低 要让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要让有机种植 生态农业发展壮大 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不可或缺 像我们接触的很多的生态农户 即使它的价格 真的是卖到了市场价格的一倍 它还是处在艰难生存的边缘 那谁愿意做呢 所以现在第一批 就是我们说中国的这个生态 生态农业的推动者吧 基本上我们有的时候会 大家会也会自嘲 就是说都是相对有情怀的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在城市已经相对来说 获得了大量的资源的 然后也有了稳定的生活的 这样的一些人 一些中产阶级 但你们知识分子可以有情怀的 农民来说的话 那怎么去招募农民 去加入你们的这个行当呢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相对的 发展成这样一个体系 就是它肯定先有一些人要去做 然后逐渐地由政府来推动 然后来支持来补贴 这个生态农业的这个行业 让进而大量的农民 他会自主地愿意去做 我当我用有机肥的质量会更好 价格会卖得更好的时候 我也就愿意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显现 要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种地种田就必须先要有利可图 面对种种现实问题 女博士后石烟提出了 怎样的解决方案 又面对什么挑战 下一节我们继续走访 分享收获农场 石烟在09年引进了一种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 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用市场的方式降低污染 确保食品安全 给予农民合理的收益 还有恢复了农民和消费者 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颠覆了原有的生产关系 但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也面临不少挑战 消费者就组织起来 和一些生产者 就直接建立这种对接关系 也就是意味着说 我愿意去保证你的 生计的稳定 然后你用更多的时间 和经理来保护土地 来种植这种健康的食物 然后保证我的家庭安全 所以这个是一个双方的 这种承诺和互助的关系 这种关系呢 它就叫做社区知识农业 但这个也是现在对 就现在社会的这种 诚信问题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这么多年的发展 过来以后已经失信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模式 就包括社区知识农业的 这个模式 大家也有人把它归纳为 叫熟人经济 但基于这种个人 信任为基础的这种 这种影响力和这种网络 那这个不会很有限吗 这个它如果从单一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是有限的 就像比如说我们一个农场 我一个人可能形成的 就是这个800多个家庭的这种影响范围 而且是在地化的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 你可以影响到800个家庭 那中国有这么多农人 我们如果有一亿农人能这样做 那影响到的就非常大了 社区支持农业最早出现在 70年代的日本和欧洲 人们久足饭饱后 开始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 产生担忧 但短期内又无法依靠市场 或者政府 进而产生了消费者 预付给农民一年种植的收益 与农民共同承担风险的机制 使他们能够坚持有机种植 直接把有机食品送到居民的手里 这对于现有的生产 供应和消费来说 都是一种颠覆 所以现在社区支持农业 这个发展来说 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和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困难我觉得也是两端的 一端就是在咱们的生产端 刚才我们提到 像农民缺乏组织 在中国我们都是非常小的个体 当现在的这种小农 遇到的其实是我认为 现在咱们中国的中产阶级 或者说消费者 他甚至是已经超越了 就是国际的平均水平的 这种消费的需求力和 对于服务要求的标准 比如你说我们这边消费者 他对包装有要求 他对品项有要求 他对你的这个文案有要求 那这些东西 他小农他都是完不成的 他们是没有形成这个自己的组织 或者说他对市场是一个锻炼的 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这种阶段 所以这个这两方 他有一定需要有人去搭起这个桥来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所分工 那个本来就不是他所长 然后让他去做这个推销 做包装 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不公 对 也难为了 在农民这一端就有需要有服务性 支持性的力量 另外一端难点就是在消费这一端 消费这一端就是怎么去信任这个生产端 咱们过去20年或者说十几年的时间 它消费已经形成了一个消费习惯了 比如说大家都习惯去早市买 或者都习惯去超市买 然后你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价格 因为你在从事这个生态农业的过程中 而且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成本 都是生产者来自己承担 没有政府的补贴 名以实为天 但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三聚青胺 苏丹红 瘦肉 酒精甲醛白菜农产超标等事件不断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重视 但要真正为有机食品买单时 却又出现认知滞后和价值观的偏离 要让大众把食品安全落实于行动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因为我们一个家庭 我们夫妻双方 年收入大概是在45万的年收入 就是在税后 但是我真的买不起你们的菜 后来我就问 我说为什么你这个家庭年收入到四五十万 你还买不起这个菜 如果吃这个菜一年 就算是你一家三口再吃 可能也就是一两万块钱 然后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他的家里的账 他说你看我一个月要还房贷两万 然后还要孩子上学 就是上游户员一个月要五千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要去旅游 因为现在大家追求这个时尚 到了暑假 就都得去出国旅游 他说你看我把这些都排完了之后 到最后把这个吃这一项排到最后 我就消费不起了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我相信人的意识的变化 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当你选择有机食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挺珍贵的 不会像以前觉得吃不了就扔了 可能每天也不会做那么多了 就是对整个这个生活方式也有一些改变 每天就做那一些其实还好 算下来可能 而且现在不怎么去超市了 然后那些零食啊什么的 就基本上也不买了 其实你要这么一算 家里面在吃的这个开销上面 可能也差不到哪去 然后关键是现在北京的这个物价 越来越贵 石烟出生成长于城市 却有别于同龄的八龄后 新系农村 他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新农人 坚持有机种植也坚持夏天 石烟说 接近土地可以治疗现代人 普遍患得的自然缺失症 也就是从儿童到成年人 长时间与大自然断裂 而导致的身心问题 他认为天地人的和谐共处 并非仅存于理想中 那你把你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一个农民吗 对啊 那你现在会夏天会去耕作吗 也会啊 你觉得你在和这个大自然 这个接触的这个过程中 收获了什么呢 我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 远比我们给予他的要多很多 可能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对于学术上的一些东西 只是一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一个问题 为什么农民的素质就不能提高 但是当时可能更多的会人 直接就会想教育的问题 或者什么问题 当你真正生活在乡村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后边的 很多东西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这个乡村社会的这种复杂性 要远远超过就是一些 比如说像美国啊 像欧洲 我们需要更多的 比如说跟更多样的人去打交道 我们需要跟包括本地的政府 去打交道 我们需要去和甚至是 就是村子里的一些恶霸打交道 总之它可能给予人的这种 挑战性会更大 然后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接受了这些挑战 并且克服了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会变成一个 更强大的人 而且也看到你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把这个一手给做出来了 就从自己的有一个梦 到真正的见到这个小baby 就出生长大 一步一步一步 最初可能也没有想会做这么多的工作 最初其实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断地在刺激你嘛 就是原来我们去农村调研的时候看到很多问题 但是其实回到学校之后会发现你身处另外一个社会 就是你原来看了那个问题你很难去改变 也许你写一篇论文 但是最后可能都不会有几个人能看到 影响不了社会 对 还想做一些实践的能切实去影响社会的事情 对 这样的事情至少最初它是影响自己影响家人 从改变自己开始 然后如果你可以影响更多人 当然是更好 石烟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失诚于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导师曾说自己这个女徒弟最大的特色就是轴 分享收获的会员也深受石烟的启发 有一本书 就是一个人一辈子至少要做一个傻子 一个日本人写的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看到这个我想起你 他说我做傻子一辈子就做一次 做就做一辈子 我当时特别受触动 就是我觉得石烟它是有这么一种尽头 就是能够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受别人的影响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他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 石烟做新农人一做就是十年 他不止更农田还更新田 很多会员和员工都是基于对他的信任 成为了他的铁粉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只收获了安全的有机食品 还收获了友谊 建立了一个最难能可贵的 互相信任的社区 感觉石烟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比起其他的年轻创业者 他少了一份功力 多了一份质朴 相信这也是这么多人 对他投影信任一票的原因吧 下一集开始 我们带你游历以色列 从全球畅销书《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作者 索尔辛格 到以色列总理最资深的经济政策顾问 到以色列最大和最具影响力大学的校长 一连三集从不同角度 探究以色列创新的秘诀